104年第一学期由台东专校高职部资讯科所办理的高中职适性学习社区教育资源均值化活动 主题为机器人与微电影及2D手机游戏在iPad及Android上面的应用 在2015年参加全国机器人获奖的同学实际操作之下 机器人透过同学编辑程式后不但能够生动跳起原住民舞蹈 也能够虎虎生微的使出精彩的格斗动作 本次活动当中除了将同学们平常学习的自轴车专题成果表现出来 也让学员亲自体验VR眼镜所呈现的视觉效果和学习为电影制作 更邀请到曾在工研院及HTC开发手机晶片 目前台湾2D首席游戏开发者上棋科技傅子恒来指导2D手机游戏的制作及应用 透过傅老师丰富有趣的教学方式学生们各个认真学习 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是一个基础体验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让从来没有做过游戏的同学 今天做出他这辈子第一个游戏 所以是一个挑战 也是大家一个转捩点 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些比较生动活泼的有趣的做法 我们不讲解游戏这个工具的细部操作原理 我们直接让大家体验 在10分钟之内就做出人生第一个游戏 然后慢慢来改 慢慢来调整它 把它丰富化 把它有趣化 同时我们套用一些名家高手作用的素材 做个学习 做个体验 基地孩子向上 基地孩子他做游戏 玩游戏的心 把这个做游戏的心套用在这个资讯方面的学习 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动力 从使用者的角色转化成创造者 感受大不同 这堂研习课程带领师生们简单的入门 打开令人好奇的手机游戏 制作世界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